今天我要分享一道小点心 风潮玉角 好漂亮的风潮玉角 外皮很酥脆 先来介绍一些主要的材料 100%滚水150g 炖面粉90g 炖面粉30g 鸡腿肉200g 香菇两个 虾米5g 煮油气10g 芋头一粒 先做馅料 香菇泡软切丁 虾米剁碎 鸡腿肉切丁 再剁几下 放一汤匙蒜米油 鸡腿鸡肉 鸡腿肉 鸡腿肉 香菇 香菇 放入鸡肉 炒到有香味 蚝油 蚝油1汤匙 酱油1汤匙 蚝油1汤匙 盐1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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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 盐1汤匙 盐2汤匙 盐1汤匙 去皮芋头400g 切成小块 放进蒸盘 蒸15分钟至软 把芋头压成泥 蒸面粉90g 100%滚水150g 水一点一点的加 蒸面粉30g 用手搓面团 加入芋泥 70g 猪油分两次加入 盐半茶匙 盐半茶匙 糖半茶匙 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五香粉一茶匙 搓至均匀 用保鲜膜盖住 放入冰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后 取出粉团 搓成长条形 每个粉团分成大约42g到44g 分成13个粉团 搓圆在按扁 放在手掌中间 放入馅料 每份馅料大约13g至15g 对则捏紧封口 可以做13个饺子 把一点粉团放进油里 不会散开就可以开始炸了 油温控制很重要 油温太低会散掉 开始以中小火炸 少量放入 先放入饺子一般的油里 炸到底部起酸了 炸到底部起酸了 再把整个饺子放进油里 这时候 这时候以中火炸 炸到脚趾完全起酸了 炸到脚趾完全起酸了 最后以大火炸至金黄色 好漂亮 好漂亮超起酸的饺子 炸凉 炸凉 外皮很酥脆 外皮很酥脆 鲜料咸香四嫩好美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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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